接下來呢其實我們是不是要請所有的演員都一起到台上來 因為我們就要來為我們整個明天正式的演出 來做一個最後的可以說是慶祝的一個儀式 不過在這個演員們在台上排好的同時 我們要請我們的梁導演 特別來到台上 我們這一部練練阿里山非常非常的辛苦 這個排射過程當中 是我們的梁導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精心的來籌劃和拍攝 所以我們也請梁導在這個時候可以跟大家講幾句話好不好 謝謝在場的媒體朋友 不是老梁賣瓜自賣自誇 這部練練阿里山真的很好看 它有非常動人的故事 有這麼多好的優質的演員 我自己現在每天都在做後製 不管剪接或是做配樂音樂 我都不時的都會自己被整個劇情被感動 練練阿里山是我籌備了三年 我們拍攝了一年多完成的 可以說是中天的自製的大戲 這一部戲呢 我們談的是這個意念之間改變一生 就是在1949年民國38年 這個山河變色的時候呢 有些人在變色前戲回到了這個大陸去 有部分的人留下來 留下來的原因是認為國共內戰大概很快就結束了 可是沒想到一年之間他們在這裡留了40年 也因為一年之間我們三個男主角 他們留下來都做了不同的工作 有的是做了阿里山森林鐵路的戰緣 經由他的角色在我們畫面裡面 我們呈現了阿里山的美 而且我們把了很多阿里山私密的景點都在我們的畫面裡面呈現 這個所謂私密是真的敢保證大部分的觀眾朋友可能都沒有去過的 大部分觀眾朋友去過的景點沒有一個在我們的畫面裡面 我們要介紹不管是我們國內的或是海外各地區的觀眾朋友 讓他們看到阿里山不同的風貌 另外我們也經由我們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攝影師他到了這個阿里山的三角下的電影院當放映師 讓他的角色來見證我們台灣電影這麼幾十年來的心衰 另外一個角色呢 也就是燈光師他在奮起湖留下來做水電工 認識了奮起湖便當的女兒 然後娶了他的女兒把奮起湖便當發揚光大 所以整個故事其實談的就是意念之間這個改變的一生 戀戀阿里山啊 籌備三年我也不斷地在尋找最合適 最適當的合作對象 尋尋覓密啊 終於這個我跟中天電視啊 同心協力洗手來打造了這個戀戀阿里山 我想我這次找這個我們的合作是對的 也是意念之間我選擇了最好的合作對象 這個戀戀阿里山會從明天開始播了 希望大家告訴大家 這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看的戲 另外剛剛主持人有介紹我們奮起湖便當的林先生 他真的是專程來的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林老闆 他給我們在奮起湖拍的時候很大的協助跟幫忙 我可以代替他告訴在場的每一個人 只要您到奮起湖去 去度假還是去玩耍 你們到奮起湖大飯店去住宿 到奮起湖大飯店去吃正宗的奮起湖便當 你只要報名我是戀戀阿里山的朋友 絕對免費招待 對不對 謝謝林老闆 謝謝 歡迎大家去奮起湖 奮起湖自從八八水災以後 真的遊客也減少了 大家都忽略忽視了奮起湖 它有不同於阿里山山頂上的景色 它有可以 它的人文值得我們關懷 大家去奮起湖停留個一兩天 絕對會有很大的收穫 不要忘記林青坤先生 他絕對會熱情接待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楊寶演 的確 我們這個台灣的朋友 或者是大陸的朋友 以後要到阿里山來玩的話 這知名的景點就要來看我們的 戀戀阿里山了 以後不要到柱山去看日出 因為我們有更好的景點 對不對 OK 好 而我們這部非常精采的 戀戀阿里山的連續劇 我們也要出版呢 這個同名的電視小說 我們也非常感謝 我們的人類智庫出版集團的 謝玉嬌協理 謝謝他來跟我們揮揮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非常精采的連續劇 也有小說 可以讓大家一起來看看 我們的精采的故事內容啦 好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 最後明天就要上檔了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我們也要特別呢 來公祝我們的戀戀阿里山 能夠收視長紅 我們是不是來請我們的 大家一起來這個 我們的氣球來到現場啦 我們的收視是一定要一飛沖天的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要讓我們的氣球 跟著我們的收視率一起上升 好 來 我們要來請我們所有的演員和導演 來 我們的演員和導演拿大家一人一條線好 我們來準備好了 好 大家就準備位置我數到三 一起來齁 來 3 2 1 OK 哇 來 祝福我們的戀戀阿里山 收視我們要一飛沖天 哇 太好了 明天晚上八點鐘三十九台 中天綜合台 千萬不要忘記收看我們的 戀戀阿里山 謝謝大家 接下來呢 我們就請我們的這個現場的 這個平面的媒體朋友 我們先來一起來拍照囉 好不好 好 那現在目前的對勤可以嗎 好 好 好 分組分組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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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來的三角練組合是不是應該左擁右抱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OK了嗎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定先按小凡 我們夫妻檔也要親密一點啦 拿出你們拍戲的革命情感啦 好 OK 害羞喔 OK 好 謝謝 那最後我們請凱璇還有王娟 感情非常融洽的情敵檔 好 對不起 最後我有這個福利可以跟大家一起合照一張嗎 好 耶 來一起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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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是不是有 各拍一張獨照嗎 好 好 我們請請我們的演員 各來拍一張獨照 好 謝謝 好 凱璇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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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鄭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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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儿 谢谢 好 凯旋 谢谢 谢谢 謝謝鎮群 好 小鈺兒 謝謝 好 小鈺兒 好 小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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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鈺兒 然後捲起來 謝謝 謝謝 定籤 謝謝 真的嗎 好 三十九台齁 明天中年娛樂台晚上八點鐘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收看我們的 戀戀阿里聲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是 電子聯訪的時間囉 來 我們請我們的這個 電子媒體的大哥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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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直接給記者就好 不要直接給記者就好 正群 哈哈哈哈 你連線是不是 沒有啊 有要連嗎 你到底要滾嗎 對 對 來 左邊 來 下面 這邊 來 導演 中間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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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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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囉 可以 可以 各位 預備 請 這部戲當中我飾演一個 一心一意想要成為一個出色的演員 那 這條路是相當不好走的 所以他為了要達到自己的目標 他是不擇手段不計代價 然後不放棄任何 不管是 所謂的很 對的或很不對的那種方向 他都願意去嘗試 因為他只要一個夢想 就是希望成為一個 舉行 對 所以中間他付出的 這個代價是 相當大的 那拍剛才你講 吻戲的感覺 我個人是覺得相當的不錯啦 哈哈 你不要離我那麼遠嘛 鄭群過來一點 在拍吻戲的時候 其實 我剛開始是有點擔心 擔心是說 我想說鄭群他很嫩這樣子 然後他會不會很害羞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到 雖然他全身在戰鬥的情況之下 他的這個雙唇是相當的柔軟 然後 對 對 呃 吻戲 是 那個時候已經緊張到 腦筋沒有再思考了 然後 就是 覺得就要很專心把這場戲演好 這樣 那 你記得他雙唇的感覺嗎 我其實 真的緊張到 有點一片空白 當時 對 你鄭群那個 在爸爸面前拍吻戲 尤其是拍了 對付戲的感受是怎樣 呃 我覺得 我爸比我還緊張吧 因為 因為我 我還想到那時候 我們在拍吻戲的時候 導演還有特別知道 鄭群說他吻的不夠激動 然後就是 我感覺像他 導演會希望是用啃的方式 那一種 就是生離死別 然後兩個人再度相逢的那種激情 我還記得導演特別強調說要 那種一吻就要定江山的感覺 所以那個吻 好像我們算是 吻的比較 有多次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 吻出了好滋味 還不錯 對 在梁島面前 然後吻他的兒子 你自己會覺得特別有壓力嗎 我覺得 基本上我根本都不敢看梁島的眼睛 這樣子 會覺得很害羞 對 導演自己覺得 其實就是拍戲 不會認為說 這個演員 是好的演員 那個演員 是我的兒子 不會有這樣的區別 最重要就是要求 希望說他們把那場戲 演得讓我非常的滿意 當然開始 我非常清楚的知道 跟天心的這一次的吻戲 是梁正群生涯的第一次 除了女朋友之外的大概 真的假的 大概是吧 不是他的螢幕出吻喔 對對對 是他的螢幕出吻 好開心喔 你真的不是 我不像我螢幕出的張成光耶 對 對 你賺到了 真的 沒有 要求啦 尤其那個吻戲是 他們已經分開了非常久了以後 是舊情復燃 這個 一發不可收拾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個感情的感情戲 是我非常強調的 我只是我現在有床戲啊 小鈺你有沒有講一下 我們的床戲也是在梁島的監督下完成的 所以 也不會有 點到為止 對 而且那個年代比較保守 也不太可能有那種像你們一樣 就是口水啊什麼的 對 而且他當時那個爆炸頭的髮型 比較不適合滾來滾去 就沒有什麼程度 對 其實 曾凱旋在這個戲裡面跟黃少奇啊 也有一個 勝利死別 他們刻骨銘心的一個感情 一個是留在台灣 一個是在大陸 一個 一個回不去 一個想要過來 跟先生會合也來不了 所以 凱旋的戲啊 絕大部分都是在大陸拍攝完成的 我們也在大陸待了一個月的外景 可以讓 來凱旋談一談 請 喔 在大陸的時候 因為我的戲都是其實還蠻悲慘的 不是被騙啊 呃 呃 什麼都沒有的 想要回家 所以都是一些比較悲情的戲份 然後在大陸完成 嗯 其實那扮老妝的感覺是一個很難的 扮老妝的感覺 其實自己還覺得蠻新奇的 就會大概知道說 啊 我可能老的時候就會長這個樣子 不要不要 喔 真的嗎 我們都不要 我唯一有扮老妝 所以我看的量子 我老真的不要這樣 我們這邊全部都扮老妝 對對對 全部人都扮老妝 對啊 你們要說破多少要做什麼這種事情 換一個梗了啦 對 對 那其實另外一部戲 我的完美男人 是 有網友覺得說 好像都是比較不上一檔的情侶 嗯 這邊我們在討論的是 練練阿里山 練阿里山 要回答這個問題嗎 對 不好意思 欸 導演 那好像那個 正常你有被 在戲裡面被踹的一腳 你看了會不會有點低 喔 其實他不只踹一腳 踹起碼一二十腳 他是從開始 第一個是耳光 然後再開始踹 嗯 當時是 我是跟蔡正南南國 我跟他很清楚的告訴他 你一定要玩真的 因為這樣對打的人 跟被打的人 他們才會真情流露 而且我拍的那個 攝影的角度是清清楚楚的 你要想說 想偷擊一下 或是遮 用什麼遮 那不可能的 所以說那個 第一個鏡頭拍完的時候 因為收音的那個 那個蹦啊 穿幫 所以他又再被打一次 非常的慘 那我父親啊 昨天看到那個報道啊 說這個他的孫子被踹被打 我父親 因為已經這個九十幾高壽了 他不瞭解我們這個行業的這個生態啊 他居然老淚縱橫 打電話跟我說 怎麼搞的 這個蔡正南怎麼回事 怎麼把我孫子打成這個樣子 片體淋傷 所以就證明就是說這個報導也是正確的 當時確實是打的這個身上 很多地方都 都餘親了 可是 因為是 鄭群他要 要忠於當時的表演 所以從來 就是那場戲 大家都會問他說有沒有感覺 身體不舒服 他是 完全沒有 他覺得是非常的好 沒有隔天我看到他的腰就真的是輕微壞了 有啊 有有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看得很辛苦 是 他已經消失在這個地球表面了 對 因為拍這場戲之後就 內疚 就再也不敢出席在導演前面 沒有開玩笑 可是其實我們這一次 自己看那些打的戲 也覺得 滿 滿痛在心裡 因為我跟鄭群演的是三個兄弟 然後 一直拍 一路拍了四五個月這樣拍下來 好像真的也產生了兄弟的情感 所以其實 滿珍惜這次演出的機會 那王軒跟黃少奇的戲 就是 你早見的那個 對對對 因為我難得演那種 你對我真好 我是說我難得演那種 那種可以勾引人家的角色 那少奇呢 就是 他其實 聽說有一個人 可以替他轉姓 他所以到舞廳來 舞廳還找我 不要笑 我再講給你聽 我是說 結果我誤會他對我有意思 結果就陰錯陽差 但是我覺得還滿高興 可以跟少奇對到戲 當然 要跟他跳舞耶 然後擁抱 還把他灌醉 把他推到床上 謝謝你 菁姐 菁姐在這部戲 有演出一個 因為想要成名 然後就會使用一些 陪睡這種狀況 是 那其實前陣子 很多女明星 也有傳出這種 你自己怎麼看的女明星 在演繹發生這種現象 我才剛講說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成為 藝人是相當的幸福 因為整個 不管是經濟的制度啊 或是電視台的制度 我覺得是非常的完善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應該已經不會去 會呈現那種是被逼這件事情 我不信的 我是不相信 我說除非是你自己願意吧 所以你是有耳無過類似的這種事嗎 我是沒有啦 對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整個演藝的環境 生態是相當健康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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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